纽约市议会议长马力陶 今天下午在东哈林区发表事情咨问演讲 这也是第一次有议长在公共房屋区发表咨问 马力陶的事情咨问包含了人权、房屋和司法改革等各方面的建议 在教育方面 马力陶宣布科技公司微软 同意以5亿元提供微软办公室软件 给所有的公立学校 教育学校的老师和学生 还有他们的家人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一个软件 马力陶又建议投资500万元给人权委员会 因为今年委员会都被削减拆职 马力陶还建议用2500万来帮助房屋局改善设施 在司法方面 他希望改变对清罪犯的惩罚 以增加罚款代替监禁 最后马力陶继续上年市府未通过的建议 这就是增加1000或者更多名的警员 近来全国各州麻疹疫情相继爆发 让广大的华人社区民众愈发的担心 昨天中午 美洲中华医学会和中美医师协会办公室 联合举办有关麻疹爆发 以及接种疫苗的新闻发布会 在美国 由于人们接种麻疹疫苗使麻疹得到大部分控制 然而在世界其他地方麻疹仍然十分普遍 有时旅游者会把麻疹带入美国 2014年美国感染麻疹的个案显著增加 麻疹爆发继续传至各州 包括纽约及新泽西州 大多数受感染者都没有注射过麻疹疫苗 出席记者会的有美洲中华医学会行政总监陈坚乐医生 中美医师协会医务总监武贤汉医生 和来自王嘉莲社区医疗中心儿科部主任欧瑞莲医生 分别对这次麻疹疫情发表了讲话和解答记者问题 儿科中心主任欧瑞莲表示 家长应该确保孩子接受麻疹疫苗注射 让孩子免受麻疹感染 麻疹疫苗共有两剂 在12至15个月时应接受第一剂注射 在14至6岁时接受第二剂注射 疫苗一直是最有效预防疾病的方法之一 会后陈坚乐医生在采访时也表示 我们不仅需要确保孩子接种疫苗 成年人也需要 有许多成年人来自中国 但没有接种过疫苗而被儿童感染 我们还需要关注腮线炎 也因为现在也有腮线炎爆发的案例 保护孩子和家人及他人免受麻疹感染 可以向医生咨询更多有关麻疹 以及注射疫苗的咨询 华尔电视记者采访报道 农历扬年新年即将到来 佛光山纽约道场与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 11日在记者会上宣布 将在新春期间准备一连串的活动 收场活动自本月18日除夕夜正式展开 到22日为止 欢迎社区民众踊跃参与 共性养年的到来 佛光山纽约道场 主持决权法师与国际佛光会 纽约协会会长李一红 11日在记者会上共同宣布 今年的新春庆祝活动 将自本月18日到22日 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收场活动将自出现晚上的9点展开 一直到凌晨2点 并开放民众烧年香 献灯 扣钟 写祈愿卡 抽法语 念念幸福等赫年活动 让全家大小一起体验传统新年的文化喜庆 而今年特别搭配了三羊和谐 以生肖羊为主题的一个设计 我们设计有三种色系的羊 以及大师以羊为一个温暖光明 意思的祝福来做整个的一个活动搭配 包括有新春书展 希望大家读好书 做好人 做好事 其他活动还包括 2月19正月初一上午10点的 李千冯法会 22号年初四上午11点的美食广场 及下午1点的新春文化表演等 欢迎市区大众在春节期间 前往冯光山纽约道场走春 许一个三羊和谐的新希望 冯光山纽约道场的地址 位在法拉盛巴克莱大道154-37号 询问电话为718-939-8318 华语电视机的杨战铁纽约 存访报导 为了回馈社区 纽约幼师电脑技术团队将在春节前后 举办两场免费电脑组装教学活动 指导社区的新少年学习 并持续执行电脑回收修复活动 将维修后的电脑捐给老人中心 及社区活动中心 由于幼师电脑技术团队团长 张海如以及发言人李延伟 在记者会中表示 该团队自一年前成立后 服务社区老人中心 进行医务教学及免费维修电脑 受到社区的热烈回响 该团将在本月17及21号两天 下午1点到4点举行免费讲座 指导社区的青少年 学习电脑组装及维修 欢迎市区12到17岁的青少年 踊跃前往 主播单位表示 该团队还在市区建立电脑回收的平台 免费回收旧电脑 将赠予社区的弱势团体 希望透过免费教学活动 带领更多对电脑有兴趣的青少年 加入服务的行列 这项活动需要参加者请此报名 报名地址在法拉盛缅街 37-02号4楼208市 询问电话为718-445-6588 华语电视记者安站田 纽约存放报道 日前美国联合航空 在纽约举行媒体记者会宣布 随着中美两国交流不断扩展 将于今年起 增加中美两国之间的航班 并以优质的服务迎接客流高峰 在纽约华美协进社举行的 新年媒体见面会上 联合航空公司亚太区副总裁 史正贤向到场的媒体记者 介绍了新的一年里 联合航空在亚太地区 特别是中国各大城市的发展计划 史正贤向美国华语电视记者介绍说 联合航空对中美之间的航线高度重视 投入最新型的设备和最优良的服务 今年还将增加许多直飞中国各大城市的航班 特别是中国二线城市直飞美国的航班 以香港有限時 我们要摆入的艾航空公司 设致我们评定任何充足签 如果你扣接二线的飞美国 我们一定有双航空公司 必须 products评at 然后我们要 thorallen 如何收拾备备备备备备的 就是行为一样的飞美国 所以我们所需要加习艰航空公司 我们每次准复备的飞美国 所以我们就 celebrates 达客量顶饭 石正贤表示 联合航空亚洲航线已有30年 今年来 中美航线业务加快了开发新航线步伐 每周有91架次直达航班从美国本土飞往中国各大城市 为全美最多 联合航空亚太区副总裁石正贤 亚太区销售总监景川旗子 等高层通过与会华文媒体 向全美华人华侨恭祝农历新年 希望联合航空各项优质服务 为中美交流搭起不停航的空中桥梁 华语电视记者采访报道